鄉親大家平安 今天是新年七月二月 新年六月初日 禮拜二 新聞在頭一條 好好學習囉 我們家的青少年 如果去做算工探錢 就要幫他們盜主意 有這個詐騙集團 專門在歸騙到十八歲以下的 青少年做車手 去幫他們領差辣錢 高雄市的恐慌 在臺南到高雄 就抓到六個車手 其中有兩的是美生人的學生 去年只有七月八月 照照的期間 全國就抓到一千五百幾的車手 其中美生人的就占一聲 少年對他來提供青少年 不欠賺這個幾千塊 但是未來受害者要求的 包裝 強行是九百萬 這樣是真不合 警察大聲化 衝過去 南豬一直弄 一直弄 想要逃走 最要求要坐在地 朝鮮裡面有一個 行驗科技的男主 看著警察來了 乖乖去拿起來 走出警察教的這六個人 都是因為單純詐騙車手 在高雄台南地區ATM領錢的時候 去拿起來 其中兩個人還在特高雄 放宿舊的時候 去由詐騙集團騙起 根據統計 全國去年七八月份 去讓警察抓到的車手 都總有一千五百控四人 其中一百七十四人 不九十八歲 比例是十二% 不要說是美生人就不會留下暗地 未來可能會負很多錢 青少年做三天的時候 就要比較緊張 家長也要比較關心 不要讓小孩去拿牌去 演繹 雙鐲 雙鐲 一 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